好 高雄市民站在家的製作自售啊 你看昨天那个阿伯七十几岁哭的 哇 鼻涕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说那为什么会选出一个 其实我觉得韩国瑜今天讲了很多话 都会回向到他自己 其实他也在说他自己啊 对啊 选出高雄市长 高雄市民站在家的自作自售啊 你看昨天那个阿伯七十几岁哭的 哇 鼻涕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说那我怎么会选出一个骗子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今天讲了很多话 都会回向到他自己 这是一种回向 回向到他自己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你自己在执政嘛 你今天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在当什么市长 那你可以骂蔡英文 你骂的特别用力都无所谓 可是你今天骂到别人的时候 一根指头指的别人 指的蔡英文的时候 九根指头回向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所以他今天讲说 那高雄市民真的要站出来讲啦 我们真的觉得我们自作自售 所以他刚刚讲说他要捍卫中华民国 那为什么很多人就说 那你为什么要去香港的中联办呢 韩国瑜是台湾第一个进入香港中联办 并且跟他的主任 共同合照公开合影的台湾政治人物 创下台湾第一哦 为什么台湾人以前人都不敢去 因为大家知道去会不会戴帽子嘛 那你这样中联办在香港人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 上个礼拜香港的年轻人去破黑漆 去哪里都破黑漆 中联办 把中联办那个上面那个中国的 中共的国徽给破黑了 所以习近平恨的 说不惜要用解放军来镇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情况就是说 香港人对中联办是这么的厌恶 只有你韩国瑜去中联办里面朝圣 所以难怪 香港的民众 现在在香港街头不是有一个墙吗 贴满了很多这个 他们对于这个反送中运动的这个贴纸 其实说上面还贴了很多韩国瑜的名字 因为韩国瑜现在在香港很红啊 红的不得了 这代表台湾走出去是不是 走出去是 但是如果是好的走出去 我们当然乐见 但是香港年轻人为什么拿韩国瑜来哭手 说你太让我们伤心了 因为我们知道对抗中联办 我们要颇期中联办 结果你跑去中联办里面 去跟那个王志明主任合照 这就是让香港年轻人感到失望的地方 所以他们希望台湾这次总统选举 要谨慎的投下你手中的一票 如果韩国瑜如果当选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林郑月娥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台湾的特首 所以我觉得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其实是我们比较要警惕的地方 所以您转发了一下